好 我们继续来看 那他这里说到 什么叫做苦患生不苦患心 我们刚才讲到 在老的时候 那么你的事业 你的身体 你的眷属 基本上都离散了 你的身体不像以前 你的事业 你的眷属也都没有了 你的朋友基本上都没有了 那么包括你的事业 这个时候大部分都交给子女 当你把这些交给子女的时候 你比如说 以前伯陀 阿易王也是这样 那么他要布施的时候 他子女就觉得 你花到他的钱 然后就不要给他 你看那个阿易王最后 那么因为他很要布施 然后他的子女就觉得 你这样都把我的钱花出去 就算他的钱是他给他的 他还是会这样觉得 所以后来 这个阿易王只能 布施半颗那个芒果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通常会陷入一种 比较新的那一种AI语言 一般会这样 但是如果你有佛法的话 那么你就不会这样 那么不管现在 因为你看得清清楚楚 如实之 那么世间本来就这样 那么众生 于此无闻反复 本来就会这样 就算他是你的子女 那么他也没有佛法的基础 他也不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他本来就会这样想 本来就会这样做 那么你如果要执走 你是我的子女 你的钱都是我给你的 那么现在我要给你要钱 还要看你的脸色 那么你就会很痛苦 那么我们会看见很多这种 我们会看见很多这种 那么又很悲哀 但是本来你的子女是依你的 现在因为你年纪大了 他寄人离家 就有一种这种感觉 然后身边要他带你去看孕圣 然后身边要他给你钱 因为你的钱都给他们拿 所以这个时候 你没有办法认清现实 或是你不安住于法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会生极大的苦恼 这个是我常见的 那我们没有办法 避免我们不老 老的时候不病 老的时候又病的时候 子女都孝顺 这个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办法设定这个东西 所以你只能设定什么 设定老的时候 病的时候 那么你的心不执着这一些 你早就看清楚 世间本来就无常了 本来就是苦的 那么你并不期望 你在这个苦的世间 那么你不会遭受跟世人一样的苦 你老的时候 那么别人老的时候会有病痛 你老的时候不会有病痛 别人老的时候 子女都很孝顺 你老的时候 别人老的时候 子女 那么子女都不一定孝顺 但是你一定会孝顺 那么没有 你不能设定这个东西 你能设定的就是 你认清这个世间的现实 世间本来就这样 无常苦 那么众生本来就是这样 那么修行本来就是要面对这些 所以我常常讲这句话 世间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众生是这个样子的 那修行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要在这些苦中学化 不然的 你在面对苦的时候不苦 那你看清楚了 那么就这样吧 就这样 也就这样 那慢慢慢慢 你不会为这个世间的变化所苦 那么刚才讲 因为落差 那么我钱都给你了 那现在要你照顾我 要你带我去看医生 那么好像我欠你一样 那么很多人会这样 他会更不满 如果你没有钱给子女 你就比较不会那么不满 如果你很多钱给他 到头来看他的脸色 那么你就会心里面很不平衡 那么所以慢慢慢慢 你越这样你越痛苦 又老又病又穷 到老了 能够活到老还算不错 那么到老了 这痛苦都累积在你身上 你又想不开 又悲哀 那也不能怎么办 那所以就一直苦一直苦 苦换生 苦换心 苦换生 苦换死 就这样 那这个其实没有意义的 那么年轻的时候就会苦了 但是你也要好好的想一想 那面对苦的时候 面对境界的时候 那么你要怎么样 心不随着进转 那么这才是一个重点 好 我们在我们底下看 那这个是我们大家都要学习的 不是纳居罗120岁才要学 不是啦 12岁也要学 那就是我们只要活在这个世间 我们一定会面临苦 没有不念你的 就算你生在富贵家 从小都长大都没有任何的 身心上的痛苦 你也会有老病死的苦 一定会有 所以这里说 那么这个舍利佛跟这个纳居罗长者说 当你执着这个色身的时候 你以这个色身为我的时候 那么你执着他长的时候 那么当他转变 当他转变的时候 所以你就会产生痛苦 心里会有落差 跟你想的不一样 跟你以为的不一样 跟你认为的不一样 好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苦 所以一般会讲 无常故苦 指的就是这个 如果你本来就觉得是无常 那你不会觉得苦 而且你对这个无常 不是表面上的 嘴巴缩缩的无常 而是你心里面彻底的认知 他真是无常 这个时候你绝对不会因为无常故苦 因为本来就这样 本来就这样 那就好像这个花凋谢了 你也不会苦 本来花开就会花落 像感冒 对情感冒 你也会苦 但是你也接受它 因为本来就会苦 本来就会有身体 哪有可能不生病的 那你本来就会 只是说 那感冒来的时候 那你要怎么样让它苦减少一点 那如果没办法呢 那没办法就看我能够忍受多少苦 就这样啊 不然怎么办 那你还在那边 为它越比苦 那也没有必要 那看我的忍耐程度到哪里 那你就往这边 那么你去观它的苦受 说世间是苦 到底有多苦 那这个还不是我尝过最严重的苦 再严重的苦我都过来了 那这个 那么我还能被它击倒吗 这很多啦 你都可以生苦患 心不苦患 那我们要常常在 因为苦难的事件 苦患的事件 世间本来就是苦 那么在这本来是苦的事件 尤其是因为身体上的因素 尤其是因为家庭的因素 尤其是因为社会的因素 有些是因为国家的因素 有些是因为宗教的因素 太多了我告诉你 政治 宗教 国家 社会 家庭 那么本身自己都有 都会 种种的因素 可以引起我们的痛苦 那你没有办法避免 那么当然 我们可以尽量注意 减少这种苦的产生 但我们没有办法完全避免 所以你一定要学会 在苦来临的时候 第一个你要知道苦是怎么来的 那有一些是 你不小心 你做错事做来的 那你就把它做对就好了 有些不是 有些是夜报来的 这你不得不受的 你说老病是这种 你也不得不受苦的 你不得不老 不得不病 不得死不死 但是在你老病死的时候 你不害怕 不恐怖 那么你也不会 虽然也是有病痛 那么一般会说 人要死的时候 四大分离 摸一下就会很痛 就起极大的称恨心 所以八小时都不能动 动了他就会堕地医 没有这种事 没有这种事 那照你这样讲 除了佛教徒 八小时不动的话 其他人都动怎么办 回教徒一天都要下葬 那他们不是每个人堕地医 没有这种事 不要讲到 这个除了佛教徒不落地 佛教徒八小时不动 也不是完全都八小时不动 并不是这样的 而是那个 那个对本身非常执着的人 就算他死了 你动他的身体 他都起称恨心了 我告诉你 如果他本身 对这个身体 非常的执着 就算他已经死了 你动他的身体 他也起称恨心了 也会的 你不要说动他的身体 动到他的房子 动到他的 因为他曾守屎鬼 曾守污鬼 曾守财鬼 你动到他的房子 动到他睡的那张船铺 动到他的浅 我告诉你 他也起称恨心了 但是他已经做鬼了 所以这种事 平常你就不能 对世间的东西太执着 那么世间本来就是生命无常 那么来就来 走就走 有因缘 没因缘 就消失 他本来就这样的 你不用去执着他 你养成这种习惯就好了 见见见见 真的 你那个时候 要往生之前 或往生之后 那么别人动你的身体 你也不会起承认心的 不会的 你看那个 加山远渡的 一个老太太 回去 因为他 让他先供养他 然后回去被他的主人打死 然后把尸体 偷偷偷偷到森林里面去丢掉 没有停过的 他马上升到天上 他一点痛苦都没有 那么这种其实就是 他没有执着这个身体 而且他马上 他善业很大 马上升到天上去 因为我们对佛法 或是有人都太多错误的观念 这些观念 其实没有减轻我们的执着 反而增加我们的执着 就是你的不正见 会增加你对我 我所 对佛教 的这样的一个执着 认为一定是这样 一定是那样 没有 不是这样 那会让你 只是会让你的执着加重 他没有办法引导你到正确的路上 修学正确的佛法 不是 佛陀并不是说 你到灵命中 会有很大的痛苦 所以派一些人来守护你 这个时间让人家不要动到你 然后赶快帮你祝念 然后请诸佛菩萨来加持你 没有这样的 他都是 你要怎么样自己面对这种苦 你要看清楚 看清楚想明白 通常叫做如实之 如实见 叫做路立世人 通常叫你如实之 如其事实 他本来就是这样的 你不要以为他是这样 众生本来是这样的 世间本来是这样的 本来就无常的 本来就无我的 那你越执着 不能动到 那不是执这个设身为我吗 那这样是 那你还可以 那这样反而执着 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因为 因为你设如实之 如实之语 你就不会生执着 不会有我爱 就不会有爱乐 那么你不会不见设是我 不见设是我所 那么 那么所以当这样的话 比色若变若欲 他变化了 那么你也不会随着他 而生苦难 不会随着他转而生苦难 那你说 如果你能够这样来观察 就算人家动你的身体 那不是我的身体 我已经从那个离开了 那个不是我的身体 是不是 先不要讲你真的无我 你已经知道 这个已经是我过去的身体 我就已经不属于我的东西了 那你怎么会因为 人家动到你那个身体 你会起承认心 不会啊 你也不会贪爱 因为你不贪爱他 所以你也不会因为 失去他而起承认 那么心不随着 生苦难 恼苦生气 就是心不随着 这个色的变异而转 而生起苦难 那么当你心不随着转的时候 那么你就不会 心不会有这些 恐怖障碍 顾念 忧苦 节恋 就依前面的来讲 那么受想形式也是这样 那这个叫做 生苦患 心不苦患 就是说 怎么样修 可以让我们生苦 心不苦 生苦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那么有一些阿罗汉 有一些阿罗汉 那么他过去的福报大 他可以避免 或是他有神通 他也多少可以避免 但是如果夜暴成熟也不行 你像伯居罗 伯居罗 120岁 没有生过病 从来没有生过一次病 人家福报大 然后 120岁 要阿罗汉 路面走了 也没有生苦 但是这个也要过去的夜成熟 那大多数的阿罗汉不是这样的 最惨的就是家流投影跟木剑远 还有莲花社 做到大阿罗汉 而且是三明六通 这个木剑远被持战外道打死 打到皮肤都烂掉 快不成人形了 用神通挥回来 告诉佛 不要入虐盘了 那即使他要修复可不可以 好像也可以 但是也不需要了 因缘是这样的 那就入虐盘吧 所以舍利伯说 木剑远入虐盘 我要入虐盘 所以先佛入虐盘 如果他真的要留下来 还是可以的 因为他有神通 但是可能也会生 因为是夜报生 也会有一些后遗症 道理讲也会有 那莲花社 他也是有神通的 木剑远的弟子 被这个提伯达都 提伯达都力量很大 除了佛陀之外 他的力量 他的力量是很大的 还有一个力量最大的 是谁 南陀 南陀也是大力士 南陀看起来很 就是很庄严 很怎么样 为什么他是大力士 不晓得 不过 南陀是 一样是金万王的儿子 大爱道的 大爱道跟金万王的儿子 他也是大力士 就是佛法中 王子有三个大力士 第一个佛陀 第二个提伯达都 第三个是南陀 他们都是大力士 但是因为提伯达都没有 正阿罗汉 所以这个南陀是佛弟子里面 那么是力量最大的一个 也是 南陀也有三十项 也是非常专业的一个 那这个联花社 比如说你被这个提伯达都 一拳就打死了 你看他力量都大 那就被他打死了 但是这种打死 也是很剧烈的 那么就死掉了 那人家阿罗汉像大爱道 要入涅槃 就飞到空中 结佳乎座 出火出水 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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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 就在空中火化 涅槃 阿纳也是这样 阿纳也是结佳乎座 他不是又握的 不是 他结佳乎座 然后升到空中 然后火化 自己火化掉 然后就入涅槃了 然后这个联花社是 被迪伯达都一打 打死了入涅槃 所以他不一样 最惨的是加六投影 因为他要 他以前做六群比丘 后来证了阿罗汉 六群比丘有两个证阿罗汉的 有两个升天的 有两个舵二道的 两个证阿罗汉 一个就是加六投影 一个就是产妥 这两个后来证阿罗汉 加六投影为了弥补他的过失 所以发愿要度众生 所以他是度众第一 最后度到第一千家的时候 被人家杀死 头丢到粪坑里面 因为怕被发现 丢到粪坑里面没有味道 因为你杀阿罗汉 杀这个佛弟子 被这个国王知道 是要抓去杀头的 所以他们怕被发现 就丢到粪坑里面 加六投影还是用神通再飞回来 所以像这些夜报 他也没有办法 他们没有办法阻挡 还是会受苦 过去的夜成熟了 还是要受报 还是要受报 我们有时候苦是因为夜报苦 有时候苦是因为 你不小心 你不明白 就是说 你本来可以不受苦的 但是因为你操作不当 身体 你太劳累 或是你吃错东西 或是怎么样 或是你邪见 那么你也会因之受苦 你本来可以不受苦 当然是因为你的愚痴 你的邪见 你的错误观念 让你受苦 也有这个 但有的是 不管你愿不愿意 你就是会受苦 因为夜报 他就会受苦 那有这样子的 好 那我们在这个世间 很难避免 很难避免 没有苦 非常少 那么 我还没有找到那种 那么从出生到现在 都不曾受过苦的 我还没见过 真的 那么大部分都会有 那只是苦多苦少 苦多跟苦少 轻跟重 多跟少的问题 没有那个不受苦的 除非到天上 那么天上基本上就没有苦 但是 到死之前 五衰向陷还是会受苦 可是那个已经是 那个苦不大 那个就五衰向陷 他要离开那个快乐的环境 他会恐怖 他会害怕 只是这样而已 那因为 离开了 他没有办法再这样享受 享福了 其实是这样 那如果是色无色戒天 那就更不苦了 连五衰向陷都没有 那时间到自然堕落 从非常危险地掉下来 那这八万大节里面都没有苦 都没有苦 但是他原来有生死 这个苦就更少了 这一生中可以说都没有苦 到色戒无色戒 基本上一生中可以说 没有这种苦 欲戒 如果在人间苦就比较多 三二道就不用讲了 三二道就更苦 但人基本上就是苦乐参半 天上基本上苦很轻 很少 那么色戒天 无色戒天 基本上这一生中 应该都没有什么苦 但是只要还有生死 他就有后患 他就会受苦 他就有可能堕三二道 只要还会堕三二道 你的苦 就有想不完的苦 受不完的苦 那么所以他这里 这舍利佛在教他 你要从哪里去下手 就是你去看这个事件的原起 无场无我 从这个地方是根本解决 你生苦心不苦的地方 那如果是我们 那我们要怎么办 一样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因为有很多事情 那么就算生不苦 心也会苦 是不是 因为生不苦的时候 你心都会苦 那何况生苦的时候 你心仍不苦 你身体很健康 但是谁不听话 你的主女不听话 你的这个同事 那么事情都筛给你做 你这个朋友 你帮助他 那么他还嫌弃你 你跟身体没关系 你心都会苦 如果 生不苦的时候 心都会苦 那么生苦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让心不苦 所以你必须要先训练 必须要训练 因为我们讲了 就是缘起 是什么 身心互为缘起 身跟心互为缘起 身影响心 心影响身 那么 这个心跟静互为缘起 静影响这个心 心又影响这个静 那你说你爱干净 你就把环境打扫 那你的环境就被 你的周围都被很干净 你心影响这个静 静又影响这个心 那自己影响别人 别人又影响自己 自跟他又互为缘起 那包括 我们所在的地区 所在的寺院 所在的国家 所在的民主 所在的宗教 我们也都会受他影响 那问题是 你受到他是什么影响 好的影响 还是不好的影响 别人给你的 是好的影响 还是不好的影响 你给别人的是好的影响 还是不好的影响 那么这个境界对你 不管是好 不管是不好 他带给你好的影响 还是不好的影响 那么身体 不管是好不好 他带给你的 是好的影响 还是不好的影响 如果他的病 可以让你更看清楚 世间是苦 世间是无常 这身不是我 那他就是好的影响 那么他可以让你明白 你可以生苦心不苦 那他就是好的影响 当身体生病的时候 你开始 开始 那么 这个 非常努力的 去修学 这个生苦心不苦的方法 那么 他就是好的影响 那么如果纳居罗 不是120岁 不是已经到了 没办法了 你看 他会来问吗 他也不会啊 是不是 他就是因为没办法 那天天 因为越老 就身体越不行 那苦就越重 那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 到他死之前 他都很痛苦 所以他 无论如何 他要努力 他走也很辛苦 他从那边 走到那个森林里面 也很辛苦 但是 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 他自己 所以他讲 我自己这么辛苦走过来 要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有没有解决 有 那很好 那这个苦 他的苦 让他知道 怎么不苦 那这个苦就是好 如果 如果不苦 如果你的身体非常健康 你不苦 你的结果 你却执着这个健康的身体 年轻的身体 那么你不断地造二业 那很惨啊 那么你这个不苦 就是导致你苦的原因 那你现在这个苦 就是导致你不苦的原因 其实你看 所以很多东西 其实是不一定的 所以我们在境界来的时候 要学习转换 就是你要如实之 到底是谁在受苦 那为什么会受苦 那我要如何做 我现在应该如何做 我才比较不会受苦 或是可以不用受苦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想的 所以 射是我 是我手 有没有 他不执着 射受想行 是是我 是我手 那么这样 如果他真的是如实之 如实见 他就可以断身见 其实是可以的 那么如果 没有讲到 无我这一边 没有从无常路 或是没有直接关无我 然后他就得身见 那么一定是 前面有讲 这里没有讲 那不然就是 他没有真的正无果 正出果 正出果 一定是断三结 主要是断身见 主要是断身见 那断身见之前 一定要断借进取跟疑 就是你没有错误的修行观念 跟修行方法 你有正确的修行观念 跟修行方法 苦其灭大魔 你完全彻底的了知 你没有怀疑 就是你有正确的修行观念 那这里当然没有提到这个 这里直接就 无运无我 那么他就是一个单刀直路 你直接关无我 你就正得无我 你关色受想行无我 最前面的 常常都是讲这些 像吴比丘也是这样 非常非断的 他就正 乔尘鲁就正 正阿罗汉 他就正路了 早期都是这么说的 后来慢慢慢慢 慢慢就讲的因为跟七步一样 有时讲的要讲详细一点 因为这很熟 那比如说你住在雾峰的 这附近很熟 说你这个塞门在哪里 大概在哪个方向 在哪一条路上 我不用跟你讲的太详细 那外地人的人不熟 就要讲很详细 这边往右转走几百公尺 你会看到什么 往左转在几百公尺 你会看到什么 就在哪里 就要讲得很详细 那对于已经熟悉的人 或是他已经有一些体会的人 他不用讲那么多 是没关系的 所以佛法里面 有凡 有简 有略说 有广说 基本上是这样 好 所以 他就讲到 那居罗长者 因为得法远近了 见法 得法 就证得这个真理 就明见这个真理 就缘起无我 证得缘起无法 那么知法入法 这个是阿兰经里面 常用的 见法 得法 知法 入法 那么我们也可以讲 他只是 一样都是见法 只是做重复的说明 或做不同的说明 那么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见法 得法 知法 入法 了知这个真理 那契录 这个真理 正法 这个法就是正法 那么佛说的正法 基本上就是无我 缘起 是地 忠道 无我 好 杜诸 胡语 不由于他 杜诸 胡语就是 已经没有一切的 怀疑了 对于佛法 没有任何的怀疑 因为他已经是 那么明确 彻底的 究竟的 知道 看到了 所以 杜诸 胡语 不再有任何的 怀疑 那其实就是华语 因为胡语 很会华语 所以都讲 胡语 不由于他 那么基本上是 内自证 内自证叫做 不由于他 那如果 我们从这个 从这个 他是佛弟子 依佛 依佛文法而得度 那么是依佛得度的 但是正确来讲 是依法得度 那么 并不是因为佛 跟他说法 所以他解脱 不是这样 你说怎么不是呢 是因为 佛跟他说法 这个佛法 他 正确地理解了 所以他解脱 如果不正确理解 如果佛说法 他就解脱 那佛跟每一个人说法 每一个人都应该得解脱 不是 就是 由进入他的内心 他正确理解 这一点来讲 叫做不由于他 是他自知 自作证的 所以阿罗汉都会说 自知自作证 即使听佛说法 正阿罗汉 也还是自知自作证 其实是这样子 所以 在正法之中 心得无畏 无畏就是 非常确认的 深刻的 毫无怀疑的 确定 真的是这样子 确实是这样子 是怎样子 年起无我 那么 重做起 整衣服 就是这个纳居罗 从佛陀那边 从佛陀那边 然后再到舍利弗这边 就正了阿罗汉 在佛陀那边 他并没有正 因为他走的时候 只是欢喜学习 离佛而去而已 那到舍利弗这边 那么他开始 那么得法远近 然后之后 正阿罗汉 是都在舍利弗这边 正德的 那么一开始 讲无我的时候 他是得法远近 然后后来 后来 那么他就正了阿罗汉 他有说他正了阿罗汉吗 没有 我看一下 不犹豫他 是怎么说得无畏 从做起 那么他没有说 他正了阿罗汉 他只说得法远近而已 那么就是 他在舍利弗这边 正出国 正出国 见法得法 知法入法 不犹豫他 以正法中心得无畏 从做起整衣服 恭敬合掌 白尊者舍利弗 我以超以度 那么就超度 就真正的超度 超越生死 度脱苦海 那么基本上要 那么就近来讲 他还没有超度 因为他还有生死 但是他一定会 一定会超越生死 因为正的出国的人 那么一定会 折到阿罗汉 所以他已经 斩断生死的根了 那么就算有 他也不会剁三二道 而且没有几次 所以他说 我以超以度 那么以超越凡夫了 那么以度脱生死了 已经还没到福边 但是已经看到福边了 那么我今 我现在归一佛 寡生保 归一三保 那么我今天现在 归一三保 那么为优破舍 就做在家居士 那这个都是 很多都是 正出国之后 那么才归一的 那么有一些是 正出国之后出家的 也就是正阿罗汉出家的 就不一定 那么我今 尽受归一三保 正之我 我今 尽受 尽行受 归一三保 这个时候 纳居楼长者 闻尊者舍利弗所说 欢喜随喜 作礼而去 好 那这里是说 纳居楼正出国 那因为他并没有讲到 他没有正阿罗汉 他只正出国 120岁了 那如果他再继续休闲 有没有可能正阿罗汉 也有可能 那如果没有的话 他下辈子很可能 再来做人 很可能再来做人 那么 或者会升天 那因为 他是120岁才正出国 那么如果寿命要尽了 那么可能 也没有多少时间 照三页 那么很可能会再来做人 那做人的话 还会成为佛弟子 那么要看他怎么修 但是顶多啦 顶多七次 那么如果升天 一次再下来就 最少都隔了一两千年 升天再下来 那通常像这一种的 升天都会升道立天 通常都会升道立天 升道立天再下来 要看他是做天子 还是天王 天人 天王的话 寿命比较长 通常天上的天人 天王的话 跟天人比 好像都多一倍 比如说天人 天人是一千岁 天王可能有两千岁 类似像这样 如果他做地盘的天人 再下来 那大概都一两千岁了 那如果两千岁 或是多一点 两千五百岁 假设两千岁了 那两千岁佛在的时候 然后他升天 过两千岁下来 大概就是在 二十世纪的时候 那两千年的时候 佛是 没有 在一千五百年的时候 在明朝 可能在 现在是两千多年 那所以 在五六百年前 那 然后 下来 然后又升天 假设这样 那过了一百年 或是八十岁 那又升天了 那这种人 他基本上 不会造二业 甚至出国的人 无论如何 都不会造三二道的业 还要看他的业报 他如果生到好的地方 他以我福报 也不用去造二业 不用去造二业 没有贫穷 卑贱的苦 那么 他比较少恶因 他比较少恶业跟恶缘 所以 他 不太有机会 因苦而去造业 那么 如果他 做 升天以前 做人 造的 造的这个恶业比较多 那么 他来的时候 他会受苦 但是 因为他有证件 证出国 即使他在受苦 被人家陷害 然后遇到战争 遇到饥荒 不管 反正就 左邻右的时候 都排挤他 又生在 又生在 比较苦难的家庭 他也不会因苦 去造二业 也不会 所以 为什么他不会 多三二道 因为 他已经有那个证件 就算他有隔阴之民 出国也有 也有隔阴之民 他也不会造二业 他也不会 证件真上就不会 证件真上也有隔阴之民 但是他不会就是不会 而且他的法源很深 正出国的 法不入仙了 怎么不深 所以他一定在 第几次的时候 会生在有佛法的地方 或者没有佛法 他自己因缘成熟 他在树下 就可以成毕之佛 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培养 我们内在 内在的那个法源 要让他深刻 这个才是最主要的 那么 这个 让你不管到哪里去 环境好 有的人因为环境好 而造二业 有的人因为环境不好 而造二业 就是很难讲的 所以你应该让你自己 本身具足这个证件 就算你的善业 没有造那么多 你的福报没有那么大 你的姻缘没有那么好 当然是你自有的善根 不会失坏 所以你一定要不断成熟 你自己的善根 那么最好还能够什么 你有善业 有福报 你有善缘 那么 有苦来的时候 有善缘帮助你离苦 那么 在苦的世界里面 有善业 让你在苦的世界不受苦 或是你根本 不会到苦的世界 你没有那个苦的环境 因为你有福报 那么你有那个苦的环境 但是很多人帮助你 脱离这个苦 不那么苦 你有善缘 但是 善业跟善缘 没有办法保证 让你不断三二道 唯有善根具足 可以让你不断三二道 那你如果有善根 又有善业又有善缘 那你就特别好 像佛陀这样 身在国王的家庭 从小我就好 然后出家了之后 又有很多善缘 然后成佛了之后 有很多的善缘 很多弟子 类似像这样 每一个弟子都很厉害 那当然也有不厉害的 也有来跟他作对的 当然是总体来讲 他那种福报大 善缘多 那你如果没有善缘的话 那你成佛 那你也不渡人 所以你成佛 也没有什么弟子 那么你 那最没有的都批之佛 那自己觉悟了 就走了 所以 最重要的 我们学佛 要增长我们的善根 善根是什么 我们说过 信信念定位 对佛法 对佛法纯净的信心 以及正确的理解 那么烦恼 这一部分 非常的淡薄 你不太执着 我我所 那么这一部分的执着 非常的减少 那么执着少 贪嗔之就少 贪嗔之就少 那么贪嗔之少 善根就成熟 善根是无贪无成无吃 那所以 大部分的佛教徒 应该把重点放在 怎么增长自己的善根 这个比较重要 而不只是 那么希望 依靠佛 依靠菩萨 那么我们不受苦 那么多念佛 多念菩萨 那么菩萨跟佛 就说我们不受苦 不是这样 你念佛 念菩萨 菩萨教你的 也是这样 你见到佛 见到菩萨 他还是这样教你 他也是这样教你的 你就算升到极乐世界去 你见见观音菩萨 看见阿弥陀佛 他也是这样教你 像释迦摩尼 我教你一样 这样教你 所以你看 极乐世界都说什么 五根五立 七绝之八正道 还不是一样 那你为什么要等到 那时候才去修 你能不能去 还是一个问题 那你为什么 这里就有 你不在这里修 所以你应该要在这里修 修成就了 你去不去都可以 那你在这里没有修 你去不去都不知道 这个才是问题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 就是说一定要增长自己的善根 当你正见真上的时候 那么你不会升到邪见家 就算现在邪见家 影响不了你 恶因 恶元 恶业 也不会让你断三根 不会就是不会 所以正见真上者 不断三根道 何况是 见法 得法 知法 入法的人 那就更不可能了 虽然他有隔音之谜 但是隔音之谜 现在是不知过去是 未来是不知现在是 但是不知是不知 你有习惯 你的习惯 你就是会 你就是会往那边走 你就是会知道 所以我常常讲 你今生未来什么来学佛 你知道你过去生有学佛吗 没有啊 那你今生为什么会出家 为什么会学佛 是谁告诉你的 不知道啊 我就喜欢啊 我就来啊 其实就是这样啊 你自然而然就往那边 那边走 那么苍蝇 妈妈也没有告诉他 但是自然他就去 往大便那边走啊 蜜蜂 他的母亲也没有告诉他 然后自然而然 他就去找花蜜啊 那这种习惯跟业力 会自然而然走 那我们只要养成 这种深刻的力量就好 那重点是善根 真的要增长善根 然后 那么要增长善源 那么要造作善业 广结善源 那么造诸善业 那么增长善根 那这样 你只要这样做就好 你从来不用担心 你死后会去哪里 该去哪里就去哪里 那么 但是你有能力的时候 你想去哪里 你就去哪里 你就去哪里 但是你还不知道的时候 那该去哪里就去哪里 反正也不会是不好的地方 反正也不会是没有佛法的地方 像苏东坡就这样啊 跟他的儿子讲 我虽然 苏东坡对佛法的体会很深 所以他 他能力很好 但是他不断地被流放 流放到广东 流放到海南岛 但是他要死的时候 跟他儿子讲 我虽然不知道 我死后会去哪里 但是我有信心 我不会到不好的地方去 因为我看我的这一生 我就知道 我不会到不好的地方去 他们一家人都很厉害 那苏东坡那个妾 遭遇 要走的时候更厉害 作者 你妾也为法 如梦幻泡眼 如露雨天 英作如士官 走啦 好厉害 真的是好厉害 一点恐怖 害怕都没有 就念了这个法 走了 所以我们不要太以 自己吓自己 觉得 后来没有人帮我们注念 后来没有遵照 用佛教的仪式 然后八小时 没有不能动 那我们就会堕得到 你不要自己吓自己 没有那种事 你只要自己有力量 谁也动不了你 你的善业 人家夺不走 你的烦恼 人家也去不了 那你要常常培养 自己这种善根 就是没有烦恼的状态 没有烦恼就是善根 你没有烦恼的状态 长了 那么 渐渐渐渐 你不执着 那你不执着这个我 我所 常常 因为境界很多 那么你执着这个境 执着这个身心 基本上 那么你就会常常 有这个苦恼 为什么 你那么不尊重我 那是像这样 那也是啊 你太执着 为什么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那怎样 你那个 对我的执着 我所的执着 你要减少 那么你日常生活中 你可以发现到这些 经常在我们的周遭左右 那么常常生起 你不要小看这个 这个一点 那个一点 加深一点 加深一点 你今天拿个 拿个刀子在这边磨着磨着 一个月之后 这个桌子就被磨条线了 你看那个水滴滴在石头上 滴个几万年 那个石头被滴穿了 你看 就是这样 那个力量 那你看我们一天24小时 那个心就像一个水滴 那么 那么你在击穿什么 如果你击穿的是烦恼 烦恼就像石头那么硬 也会被你打穿 如果你击穿的是你的福报 你常常起烦恼 那个烦恼就像水滴 这样滴 这样滴 你的福报就像石头那么厚 也会被你打穿 一样的道理 所以看你平常都想些什么 那么 进阶来的时候 你怎么想 怎么想就决定你怎么做 怎么做就决定你怎么受 重点是这样 好 所以他这个后来 纳居罗正的出国 正的出国 那么 广青老和尚 他有一天跟他的弟子讲 我一直觉得广青老和尚 应该 应该是正阿罗汉 我们不能够确定 但是就他的 开示录来讲 在广青老和尚 没有讲很多 像佛法 引用很多经典的道理 他讲的跟无我 无常都相应 真的 他有一天跟他的弟子讲 他说 这个身体 我们不能够太依赖他 那么 也不能太执着他 你执着太深 依赖太重 那么 哪一天 哪一天 他生病的时候 那么 你就为他所苦 那么 痛的时候 那么 你就会更痛苦 所以 那么 你一定要看破 五蕴 那么 无我 你要知道 这个身体 并不是我的 那说 弟子就问 我也知道 从佛法上 从佛法上 我也知道身体不是我的 但痛我就是会痛啊 没有错啊 确实是这样 我也告诉我自己 身体不是我的 看痛是我在痛啊 那怎么办呢 那广青老和尚说 你就是越这样 你这样想 他就越痛 那么 你记得 痛就让他去痛 那么 是身体在痛 也 这个痛的 这个身体 既然不是我 那这个身体太痛 又不是我在痛 你爱痛 你就让你去痛 诶 想一想 虽然一下子 转不过来 怎么 我可以让他痛 让他去痛呢 是我在痛啊 你就又说 所以 这个就有矛盾 你要说 这个身体不是我 但是身体太痛的时候 你又说是我在痛 那你现在转过来 你现在转过来 在广青老和尚这样教 也很有意思 那其实他就 本来转换过来 那你就好吧 那因为 你说 师父 我也知道 身体不是我 无印无我 我也知道 但是痛起来的时候 我就是会痛啊 很现实的问题 那广青老和尚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看他怎么教 这神苦患心不苦患 既然他痛 那你要想 既然你说身体不是我 那么痛 怎么会是你再痛呢 身体就不是我 那你执着他是我的时候 他痛我才痛啊 对不对 你都说他不是我 就是 我已想他不是我 但实际上 你是执着他是我的 就是你已经习惯执着他了 所以他痛起来 你会跟着痛的 你会跟着痛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想 好吧 身体本来就不是我 但是你会痛 我也感觉会痛 那痛就让你去痛 你爱痛 你就去痛 这样想有没有好一点 不知道 等一下来试试看 但是 这个是广青老和尚教 我觉得广青老和尚也厉害 我一直看他的开始 我觉得 他不是凡夫 你看他虽然教人家念佛 但是他不只是教人家念佛 让人家知道无我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说 痛就让他痛 你要对自己讲 是身体在痛 这个痛 这个痛 会痛的并不是我 那你爱痛 你就去痛吧 你要这样想 这个是很简单 很白话的教 其实我们仔细给他想过 当你觉得说身体不是我 可是身体痛 你又跟着痛的时候 那表示你是直取 这个身体是我的 是我在痛的 其实是这样子 所以你要把它想过来 这个身体不是我 你痛的又不是我 我为什么要随着你痛 那么 即使这样 但是痛还是会痛 所以就变成会有 身痛心不痛 这样的感觉 你要先驱离开 你现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所以痛 他痛 你就跟着他痛 那么 就是说 这个是很白话的说法 那其实也可以试试看 因为我们常常会遇到 不可能没有 常常会有身体苦痛的问题 好 然后来看176经 161页 时间到了 好吧 那就讲到这里 好 大家合掌回响 愿于此功德 愿于此功德 付吉于一切 我能欲语众生 皆共成佛道 愿于此功德 愿于此功德 愿于此功德